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仙信仰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动物神灵信仰 其历史长度基本等同于中国历史 当代的胡仙信仰未必是指出马仙胡仙信仰 因为出马仙这个概念是明清之时才有 而胡仙信仰能追溯到华夏开源之时 所以出马仙信仰在胡仙信仰面前是属于比较低的 首先 上古时期胡仙的影响力比龙凤麒麟还要大 封建社会皇帝称自己为真龙天子 可没人知道的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朝代 夏朝 夏朝的开国君主 启 按照上古历史说法 这个人就有胡仙血统 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胡仙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屠山氏女娇娘娘 历史上确有其人 众多正史都有相关记载 说她是大禹的妻子 也是一位九尾狐妖 中国胡仙信仰中的至尊神灵 可能很多人会诧异 中国史书怎么会记载一个妖怪生孩子当君主 这是不是为了贬低这位君主 恰恰相反 这是因为在先秦时期 胡仙并不是普通神灵 而是一种高度正面的上古瑞兽 甚至比龙凤麒麟还要高 我们看中国夏朝时期的图腾崇拜 原皇帝部落是凤凰 原炎帝部落是龙 还有麒麟 而东夷珠部落就是九尾狐 而且在山东日照的天台山 发现了很多上古东夷人的祭天文字 是用甲骨文写的 有一段关于九尾狐的诗歌 其中有一句 说太号少号是我的晚辈 西河女神是我的祖母 太号是谁 华夏创世始祖 福西 少号是谁 皇帝的长子 那这个西河女神 指的是太阳神 中国是有太阳神的 是一位女神 这就是为什么东夷人那么嚣张 太号少号 那是我的晚辈 我老祖太阳神 所以 能和狐仙沾亲戴故 那是你的福气 我妈是狐仙 这话只有皇上才能说 其他人敢说 那就是谋反 所以劝告各位同学 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回夏朝 有人骂你 你个狐狸精 别生气 人家那是夸你身份尊贵 而且大家认为 中国先秦时期传说的九尾狐仙 它指的是狐狸吗 或者指的是狐狸成仙吗 我认为不是 它完完全全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神话物种 山海经中明确记载 说 又东三百里 月清秋之山 七阳多玉 七阴多青 有寿烟 七壮如虎而久尾 七阴如硬而能识人 识者不古 大家看 山海经里明确说 有一种奇怪的动物 它长得像狐狸 有九条尾巴 但它可不是狐狸 就好像木星法师 我只是长得像吴燕祖 但我可不是吴燕祖 有人要说了哈 强词夺理 巧言吝啬 胡说八道 人家都说了长得像狐狸 其实代表的就是狐狸 九条尾巴 那就是啊 可事实是 山海经里边长得像狐狸的怪兽可太多了 难道它们都是狐狸 九条尾巴的也多了 难道它们也算狐狸 如果说这个论点不够 那我们接着往下推 刚才我们说了 中国上古的图腾瑞兽 分别是 龙 凤凰 麒麟 狐妖 好像除了狐 另外的三位现实中都没有 都是存在于神话传说中 是仿照现实生物而塑造的神话形象 比如龙是以蛇为原型 凤凰是鸿腹锦基 那麒麟应该是鹿 而狐仙形象 就是取自于狐狸形象 所以在仙秦时期 狐仙和狐狸的关系 就好像龙和蛇的关系 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只是象而已 其实这也合理 世间明明没有龙凤 可世间人人都净龙凤 非真是生物 往往让人更加敬畏 你说在野外见了龙 见了凤凰 见了麒麟 我给你磕一个 那行 那我在深山里 我见了蛇 见了野鸡 见了梅花鹿 没别的 我让你明白明白什么叫紧急避险 所以上古狐仙只是以狐狸形象为基础而塑造的神话瑞兽 从理念上讲 和狐狸本身没关系 但是很遗憾的讲 随着历史的发展 上古时期的至尊神兽 甚至堂堂一朝君王都得和他沾亲戴故才能镇得住场子 那到了今天呢 好像已经不再是完全正面 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 首先 狐仙虽然是瑞兽不错 但他也并非没有脾气 中国古人的价值观是十分先进的 比如《山海经》中明确说 瑞兽虽然能保佑诗人 但他也吃人 有人可能说 太可怕了 这吃人还算什么瑞兽啊 错了 吃人这一点 就恰恰符合了他作为一个保护神的形象 那如果他只能帮人 若有一天华夏欲敌 神兽又不能吃敌人 那这个神兽如何保佑华夏 同样的道理 古代君王也讲究过恩威并用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善良得有点锋芒 不然就会被人欺负 所以狐仙的神话形象 本身就是词中带威 义正义先 一直到汉朝 狐仙的形象依然是高度正面 比如在东汉的墓葬中 华夏顶级神灵 西王母的十颗画像上 就大量出现了九尾狐仙的形象 说明在这一时期 狐仙还是比较高雅的 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狐仙信仰的正面性 就开始动摇了 在此之前 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狐仙 属于是传说中的独立物种 他们生来就是狐仙 就好像龙凤麒麟一样 按照中国民俗信仰 不存在修炼的说法 民间传说中的狐狸修炼说法 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才正式出现 首先是一本道教典籍提出 说这个狐狸能活八百岁 那到了三百岁的时候 就能变人 这也是中国本土宗教 第一次系统性的承认了 狐狸的神灵地位 那同一时期 有一本叫玄宗记的智怪小说 里边明确指出 说这个五十岁的狐狸 就能成老太太 一百岁就能成为美女巫婆 那一千岁就了不得了 能上天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中国历史古籍第一次出现了 狐狸能变成人 那在此之前呢 从未有过 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出马仙概念的狐仙 才正式出现 民间百姓认为狐狸这种动物 可以成为神灵 所以木星认为 中国上古狐仙 和当今的出马仙狐仙 完全是两个概念 我知道说这个话 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但我们团队考虑以后 还是决定把这个话说出来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代表就是对的 因为我们翻阅了 国内近百篇学术刊物 以及一些大学的民俗论文 包括民国时期 还有海外的资料 我们也看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观点 他们普遍认为 上古狐仙和当今的狐仙信仰 是一脉相承 现在有很多民间出马仙信众 说自己供奉的仙人 是涂山市女娇娘娘 我不能说是假的 但我认为女娇娘娘 和出马仙狐仙 应该不是一回事 所以在出马仙系列第四期 讲灰仙的时候 我们谈那个出马仙的分布图的时候 专门用狐和这个古月狐 来区分这两位 这个狐狸的狐 可能是涂山市女娇娘娘的狐仙信仰 而这个古月狐 才是真正的出马仙狐仙信仰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 我们安排社群小队成员 查阅这段时间的历史 发现在未进时期 狐仙大丰收 经常有人说自己抓住了九尾狐 还献给了皇帝 历朝历代 只有未进时期有类似的记录 其他朝代几乎没有 这也侧面论证了中国出马仙狐仙信仰的真正出现时代 就是未进时期 正因为老百姓相信它存在 才会到处抓它 而且 我猜九尾狐应该是爱吃会面 因为都是在河南和河南周围发现的 那到了隋唐时期 出马仙概念的狐仙信仰 正式组入了千家万户 尤其到了大唐年间 几乎家家户户供奉狐仙 甚至有谚语 无狐媚不成村 这就能看出来当时的老百姓 对于狐仙迷恋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神灵信仰 如果想保持神秘感和慰言感 它就不能接地气 就好像这个奢侈品一样 如果人手一个LV包 说明它就不值钱了 妇人要的不是LV的价值 而是LV给他带来的那种优越感 和身份地位象征 神灵信仰也是如此 如果全国只有一家狐仙堂 那狐仙信仰是大大的神秘 但如果家家都有 或者村村都有 那也就那么回事了 那到了这一步 算是彻底完了 先秦时期的狐仙好人缘 从此一天不如一天 除了太阶地气以外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 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 说狐仙代表了多子多孙 供奉他就能多生孩子 那这就太符合咱们祖先的价值观了 所以狐仙信仰一普及 大唐的女同胞一下就明白了 全是女人供奉 其实到这一步也没什么 可关键这个大唐时期 这个女子的性格自由开放 啊 你看他们那个衣服 穿着各种颜色的旗袍 那气都开得嘎吱窝了 还有唐朝皇室的这个伦理问题 你就明白 这帮人会玩 加上又是女性供奉狐仙多 你在大唐开放就开放吧 可历史是要发展的 那越往后 百姓就认为 谁供奉狐仙 谁就比较自由开放 所以到了宋朝 官方就已经开始拆狐仙庙了 认为这个东西不吉利 而且宋代官方点击的口风 已经完全变了 啊 你比如说这段内容 其实人家原文挺高雅的 宋代编短官收录引用的时候 他竟然给改成了这个样子 你就知道这个断章取义 和主观意识到底多可怕 那到了明清时期 就有一些权威性的宗教典籍 明确指出 说这个狐仙代表的是色欲 什么意思 吸引臭流氓啊 这话普通人听了没啥 可大家要知道 大唐是灭亡了 大唐特殊的开放伦理观 也是灭亡了 可有一个特殊的职业 是一直存在的 那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技术公众女性 当然现在社会开放包容 我朋友跟我说也有男性 这个群体一听这个消息 哎呀 财神爷呀 所以在明清时期 某一种特殊职业的女性朋友 就会恭恭敬敬地供奉胡仙 结果 老百姓就把粉丝行为上升到了偶像 从此民间就用狐狸精 来形容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女性 胡仙形象彻底妖魔化 认为她们风骚 浪荡 邪恶 比如霍国扬民的苏打几 在明朝时期就被认为是狐狸精 那到了清朝 辽宅之一里的胡仙就已经完全变成了乡村怪谈 不再有任何神圣的感觉 那纪晓兰笔下的那个狐狸精就没法看了 描述胡仙说的那个话 像木星法师这样高雅的人都听不了 我们内部小队成员说 看完以后浑身难受 太低俗了 所以 中国狐仙信仰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从神圣无比的上古瑞兽 到如今人人皆知的狐狸精形象 但这并不是胡仙信仰的本意 古代百姓信仰胡仙 也是因为胡仙给人带来的积极正面 比如古代社会动荡不安 老百姓渴望和平安稳 所以塑造了胡仙的太平瑞兽形象 古代生产力匮乏 孩子多就代表劳动力多 就希望胡仙保佑自己多生孩子 古代士族妇女希望自己趁着年轻多赚钱 赶紧回家找老师 这都是古人的美好愿望 那到了今天 国太明安 百姓生活幸福 所以胡仙的瑞兽形象也就不必要了 先进的工业生产力也减轻了人的压力 年轻人也不再认为多子多福 特殊技术公众女性 嗯 祝福他们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胡仙信仰的第一期 胡仙信仰我们一共是两期 这一期我们讲的是历史的部分 那么下一期呢 我们要讲东亚地区的胡仙信仰 比如日本 韩国 朝鲜 还有东南亚地区的胡仙信仰 以及我们中国的出马仙胡仙的现状 行 我是沐行 感谢关注 我们下期见 文件已经写完了 马上就会更新 应该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更新 行 感谢各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